上回书说到铁掌李源 一脚就把豆腐踹躺下了 就在这时候左熊上来了 想在后边暗算李老霞给一道 这小子往台边凑的时候 孔秀就看见了 孔秀心说这小子干嘛 鬼鬼祟祟的从人群转到洞边 哼 上台想算计我师大爷 孔秀心里干嘛呀 这个混账东西笑人之心 存在是个王八高次 他刚要喊 老霞侯振远看他嘴张开了 孔秀 林大敌物多言 侯老霞放心 人家李老霞干嘛的呀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他能吃亏吗 他听见声音了 这李老霞猛的一撤这左腿 他躲过去了 伸左手照着这左熊的后背 砰 就是一掌啊 这掌到了话也出来了 鼠辈 你敢暗算老夫吗 要怎么叫铁掌理员呢 就这一巴掌就这一脚 这左熊啊 乐大了 哼哼哼扑通一声 不但躺下了 还出了到榔杆底下了 幸亏刚才张望 把这榔杆创折了 不然的话呀 就给他截到台上头了 老霞可可留着神呢 因为老霞可刚才点出来了 他们这哥仨一个上一个上 跟着还得上一个 就在老霞脸冲动 打这左熊的时候 西边要上了一位 老霞知道 用不着我看 分水露丝尘海 这陈海擦往上一窜 这兜就奔着 铁掌理员的脖子剁来了 老霞可猛的望下一挨伸 变成了左帮腿 右腿弓了 尤打他刀底下 钻过去 伸右手掌 啪 铁掌理啊 正好打在分水露丝 陈海的左肋上 扑通一声 这陈海照样 有点南边栽下去了 这左熊本来摔的就够呛 刚爬起来 啪嚓 这陈海呢 也是这地方 又砸在他身上 两个人又全爬下来 潘龙啊 赶紧派了好几个火器 到擂台前 把这哥俩全都掺起来 这二位走不动了 擂台的底下 老百姓人山人海 齐声叫好 老英雄啊 没人能比 有爱聊闲片的 嘿 我吵二哥 看见没有 这回金龙飞龙 两家谁也不输 谁也不赢 人家赢了 乖乖的把鱼铁 给人家这位老侠客 大家伙正在这议论纷纷的 大和尚发禅 占起身形 南无阿弥陀佛 潘龙啊 请大家不必登台 李渊武艺高强 名不虚传 你们都敌不了他呀 得贫僧上台 法禅一说话 两个小童儿 一个是刘勇 一个是刘蒙 抬着法禅 这纯钢打造的月牙方便禅 就跟着上来了 直接奔后台 火天一条这上城门的帘子 大和尚手持冰铁月牙方便禅 脉步 通通通就走到台上 呦 这老百姓看热闹的中间可有不少练霸式的 一瞧大和尚这兵人都吓得出声了 您瞧 这铲可分什么铲 这要不会把式的 要使这铲呢 这铲杆呢 就跟大枣那么粗 又细又长 这铲子头也不过就两三寸 干什么使呢 因为出家人都拿着冰铁月牙方便铲 出家人吗 死被为本 方便为怀 扫地不伤楼与命 爱惜飞蛾杀照灯 如果这出家之人走在荒郊上 看见他们死猫死狗的呀 凡是生灵之物死得气势路旁 这和尚拿着方便铲 把土铲起来刨个坑 把这尸体呢 就给埋上 所以叫方便铲 因为不能让人骨兽骨暴露在三光之下 可是要是练武的使这铲子 俗门叫铲子 这铲子跟一般出家人用的方便铲就不一样了 这种武器 是达摩老祖从南方到北方传道时候扛的 达摩老祖脚踩一支尾叶渡过长江 入主中原宣扬佛法 弘大三宝嘛 这种兵人非常讲究 三才五行八卦十干十二支 三才是天地人 五行金木水火土 八卦 前三连坤六段 离中须砍中满 队上缺 寻辖段 更养于振腹丸 十干也就是天干 甲衣丙丁 物己更新人鬼 十二支 十二个时辰 子丑尹某 尘寺五位 身有虚海 这个铲呢 大月牙属天 铲头的叫地 当中间的铲梁呢 就是三才天地人 月牙的两个尖 还有铲头的两个鸡脚 再加上铲杆 这是五行 也就是金木水火土 月牙挨着铲杆这 有五个云头耳朵 铲头这边呢 有四个云头耳朵 这叫九耳 九个耳子挂着八个环子 叫八环 何谓九宫八卦 这大月牙子的两个尖 相隔一尺 就是石干 这石干就是天干 刚才我们说了 甲乙丙丁 物济更新人鬼 铲头的宽呢 是一尺二 也就是十二只 就是十二个石铲 达巴老祖 留下的招数是八法神铲 一招分八是八八六十四 是深奥无比 变化无穷 不过 其中有一招可够损的 这招不在里边 开始绝招 当场动手 打不过人家了 拿着大铲子 一铲 那头忘记 一扬 把对方眼睛迷了 这也算一招 这招不在里边 真是够损的 迷人眼睛 人还怎么动手 法禅 大和尚这铲 这尺寸可了不得了 大家伙一看 哟 这铲杆 比茶碗还粗 老和尚 两绑捋捋过人 哑雀无声 大和尚法禅 来到台前 双手合十 弥陀佛 本施主看阁下 武艺超群 贫僧既穷 斗胆讨教 拳脚兵刃 由李施主挑选 铁杖李源一看 法禅上台了 他知道 法禅可了不起 八卦身的四庄主 那是北侠秋天秋配雨的 师弟呀 高僧啊 本是以武会 有点道而已 我李源掌上 有些功夫 那就跟大和尚李 请教掌法吧 哈哈哈哈 好啊 权一施主 请你尽召 和尚一伸手 就把 冰铁月牙方便产 放在地上 望前一脉步 双手合十 铁杖李源 两只手望下一锤 两个人彼此道声 请 脚踩黄锅剑 斜身绕步 铁杖李源 左手一晃 右手劈拳 一掌 就奔着和尚面门来了 这叫掌挂一穿风 大和尚 不慌不忙 漫不经心 往右边一闪声 左手一挂掌 右手斜着一劈 和尚用的是 劈挂 老和尚用的劈挂 那么李源呢 用的是行传 和尚可了不得 每天打这沙袋 一劈一挂 几十年如一日 那功夫深到家了 李源明白 李源借着来士 左脚一扎台板 放下一蹲身 右脚随着身体 往左一转 扎手疼一腿 大和尚飞升过去 李源站起来 风桌面门 和尚站稳了手打问讯 两个人当时动手就打在一处了 这两个人都是江湖上成名的大侠客 功夫纯熟 运用自如 王爷 他看不出来 他问震东侠 侯廷 侯振元 老侠客呀 您看这二位谁好啊 谁能赢 侯振元 微微一笑 王爷 您心里头是不愿意李贤弟输 不过我跟您说 李贤弟绝非是大和尚的对手 嗯 王爷一听两只眼瞪圆了瞧着 果然李老侠不敢进招了 风扇躲避 不求有功 但求无功 这个 印针四王爷还真看得出来 法禅的招数反而一招比招紧 两个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了 李贤 左手护住中学 右手去打这法禅的未满学 法禅一看 马上上左部 用右手一穿一裸 金丝缠腕 啪 一拿李贤的手 李贤再想进招可就来不及了 和尚左手一搭 胳膊胳一压 马上要发力 李贤知道 只要和尚一发力 我这胳膊非是什么不可呀 李贤高声喊上 高声 李贤认输 和尚心说你认输就行 大和尚鼻孔之中 一用力 哼 李贤腾腾到腿七八步 拿桩站稳 高声 实在是高明 改日再会 望下一跳 跳下擂台 回归东看台 大和尚脉步走到台口 和掌 手打问学 弥陀佛 施主们 山林的英雄 海岛的豪杰 南七 北六 十三省的武林同道 众问师父们 贫僧铁背罗汉法禅 身为八卦庄 四庄主 有年向武 在江湖路上 颇有明星 今天为侄子攀龙前来 阵这擂台 刚才众位也看见了 清河铁掌 李源 微镇武林 在贫僧手下 甘拜下风 贫僧上的台来 我要汇到那些成名的好汉 重名的侠客意识 不过 像那想兴一家武术之人 还有那些戳竿子叫场 打靶是卖一保镖护院的 你可千万别上来 上来 贫僧是绝不奉陪 他这话冲谁说的 冲童林说的 类似一家兴武术的 他点的就是童林童海川 他知道童林来了 你童林跟我把挂山 头接一掌筹 掌打雷春 二接一掌筹 掌打贺报 你不是要兴一家武术吗 你有能力上来 跟贫僧动动手 童林童海川 听到此处高声寒嚷 和尚 羞得发狂 某来讨陷 童林童海川 一掌腰 猴老侠一伸手 没抓住 海川纵身形 跳出二张六七 身子刚要往下落 右脚面一挺 左脚尖一顶 右脚尖 左肩望上一条 右肩望下一沉 撑 又出去一张五六 跟着左脚尖一挺 右脚尖一点 右肩望上一条 左肩望下一沉 吃 又出去一张一二 这功夫叫燕子三超水 如果是别的人 有打这看台上下来 在落在地上 再拧腰上台 人家人家 人家童林没 燕子三超水 来到擂台之上 大和尚上下打量 看童林 弗里面 我就是你口口声声声呼唤的星一家武术之人 姓同名林 自海川 好怒才 发禅一听 气着三师神 豹 即使你报仇之 不然的话 就在你身上 记下三次一掌筹 你尽照 猴振远在台上都看着 这心 砰的一下 就到嗓子眼了 到底童林有多大能力啊 老侠客并没亲自演见 所以他为海川担心害怕 但是发禅的能力 镇东侠 猴亭 猴振远可知道 老侠客瞧着 只见童林 二目宁神 抱援手艺 什么叫抱援手艺 抱住自己的元气 守住自己的身体 因为整个身体为一 童林 二目宁神 抱援手艺 提顶吊当 把姿势站好了 发禅师怒容满面 动起手来 掀下手为强 发禅 左手一引上右部 脚踏中宫 操身而进 右手掌 奔着海川的面门 啪 过来了 打海川 海川别瞧他年轻 经验不足 但是他确实受过高人的传授 名人的指教 两位老师是名人哪 海川借和尚这一动手的殷实力道 左手前掌一立 顺着法禅来的掌 用这后膝学一粘他 这功夫叫 喽膝 这后膝学在哪啊 后膝学就在手心的下边 快到手腕这了 拿后膝学一粘这和尚 望下压这法禅的右掌 同时 同林这左手掌 麒麟土书 就奔着和尚的慰婉学来了 这大和尚九经大敌 他绝不敢让海川的左手 粘住自己的右掌 他望后一撤身 海川就是望前进身 狮子滚球 左手掌 掌走连环 撩阴就打 法禅一拧腰蹭出去了 和掌问讯 海川撤步收身 两个人当场动手 就打在一块了 走开行门 卖国不掩 一朝一世 往下打 海川出出茅庐 这是第一次 欲金劲敌 夹着小心脚踩 八门招数 使开了 这大挂子都起风来 就跟头顶一样 两个人扭在一团 绕在一处 开始慢 后来快 眼睛慢的看 都看不出招数来 懂行的 点头赞叹 嘿 真是大则 藏龙蛇 田野霾麒麟 老侠看着 不敢搓眼镯 老侠靠 侯庭侯振远 心里有想法 心说你跟我 二弟磕头了 你就是我的亲兄弟 我要跟你 同州风雨 荣辱相供 你同龄 跟我不一样 你同龄 有王爷 做你的靠山 这王爷是谁 皇上最喜欢的儿子 只是这一个儿子 被封为庸亲王了 他是王爷 从势力上讲 你当然非常优越 可是武林道中 全凭势力可不成 你必须有自己的本事 你才能兴起一家武术 这法禅在 陆林当中是高手了 你要把他给赢了 就能一举成名 我镇东侠 侯庭侯振远 八十开外的人了 我捧你 哎 我也算值得 你也能够兴起一家武术来 到底我看你行不行 现在老侠看着 一边看一边点头 老侠可试试呀 经验丰富 有阅历 而且身怀绝技 压倒山东半边天 南七北六十三省提起 镇东侠的老爷子 要能力有能力 要人品有人品 所以他看海川 他能看出海川的长处 也能看出海川的缺点 他看出来 海川的招数简单一点 不够细致 大件多 小件不足 招数跟招数之间的衔接 还有点欠缺 侯老侠心细如病 所以他看到毛病确实很对 你往后听 海川第二次学艺密封岭 剑可爷传艺赠件 海川呢 他每一个大招之内 还缺六招呢 还有三百八十四犹 非命连环掌 还有阅法 所以说将来 他得二次学艺 咱们再说台上 大和尚法尘 跟海川动着手 他看出来了 海川虽然没自己经验足 但是功夫在自己之上 和尚是勃然震怒啊 披挂掌 一招比招快 一招比招急 海川也吃惊 海川心说 我的能耐比他高 我的经验不如他 要不是在卧虎山 守恩师十几年的传授 我要享受法禅 是比登天还难 今天我不能输 我必须赢了法禅 这是什么地方 杭州擂台 我要赢了他 离门三极浪 平地一声雷 我才能尊师命 兴一家武术 如果不能 恐怕这门武术 当时还兴不起来 我只有回去 帮着王爷寻回国宝 我在进山 找师父磕头 我在练吧 我海川指谁啊 指亲不能赴 看嘴不能保 竟指着哥哥提巴吗 指着王爷的势力吗 我必须让同行 同道心悦成仆 哎 有道是 腾罗绕树生 树倒腾罗死 同连虫海川 把心意横 在泪台之上 要跟八卦连环谱 三节一掌 知仇 我会让你